历时十多年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的研发团队 研发的高铁500米长焊接钢轨生产系统 焊接精度合格率世界最高 保证了中国高铁高速运行的需求 被评为2015年全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50公里是飞机起飞时的最高时速 也是中国高铁的设计时速 如果说焊接质量不过关的话 那么也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 产生一些钢轨的裂缝 或者是一些它这个表面的伤损 高速运行的列车来说 可能引起的后果会很严重 500米长的钢轨 安装到位后两端水平偏差不超过2毫米 这是铁丝院为中国高铁贴地飞行 做出的安全保证 如何实现最小的偏差 走进长轨焊接基地 500米的无缝钢轨 就是在这条3公里的生产线上 经由12道工序完成 500米长无缝钢轨 实际上是由这5根100米的钢轨焊接而成 如何添衣无缝 铁丝院钻研的新型工艺 能根据高温钢轨的组织成分 及端面形状 进行自适应对焊 一次性加工成型 因为钢轨特别重 所以说就是用这么一些工艺 使钢轨满足精度要求 满足平沉性要求 经过打磨 配轨 焊接 粗袭等前期工序 500米长的无缝钢轨 要被转移到室外降温处理 这是又一个难题 因为此时的高温钢轨 像面条那么软 起掉时稍有倾斜 就会影响成型的精度 铁丝院为此专门研发了这台32台门钓 就像32台机手臂在工序一样 可以很好地保证钢轨的品质度 它的水平误差和垂直误差 都可以控在10毫米之内 就是国际上是很高的 惊喜是最后一次外形处理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七年前 我国生产第一根无缝钢轨石 用于惊喜的设备 还只能从国外进口 其实我们作为设计人来说 心里也是很着急 什么都是依靠国外的东西 自己没有发言权 所以说这也是很不甘心 所以也是反过来 也就是激发我们 研制一些新的装备 新的工艺 边摸索边创新 边生产边改良 终于铁丝院自主研发的设备 不仅成功替代了进口设备 还在精度上超过了国外同类设备 国外技术是0.3毫米 我们现在采用这种技术之后 我们的精度是0.2毫米 就是比日本 德国的技术都还高 到2015年底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 达1.9万公里 世界第一 其中 运用铁丝院研发的 这一整套500米长 轨焊技术生产的钢轨 就超过1万公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